首先想請教 昨天有在臉書提到陳時中竟然 3加11 是破口 那到底什麼才是造成這次台灣疫情的破口 對啊 如果這是破口什麼是破口呢 陳時中要告訴我們 我們都記得諾富特群聚 然後機組員3加11 三天 連潛伏期都沒過你就放了 當然那是很大的一個破口 然後台灣是個海島 四面環海你機場守好就好了 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嗎 都做不到嗎 然後接著這個桃園機場的破口 就變成這個獅子王大家記得嗎 新北的獅子王 那另外就是台北的阿公店 就開始群聚了 然後阿公店去阿公的人就散去各地 然後回到各自地方到醫院 醫院就爆發群聚 到這個長照機構 長照機構爆發群聚 到市場市場爆發群聚 就那邊引起來的 那台灣人是很寬容的 這個陳書中在國外 早就被fire掉了 只是大家覺得說 好吧過去就過去了 我們好好把防疫做好吧 那你要想想看 為什麼會搞成三級 多少人工作受到影響 多少人失業 多少餐廳倒閉 對不對 多少工廠 這個停工 多少人休無薪假 多少公司要分流上班 800多個人死亡 確診死亡 600多個人打疫苗死 加起來1400多個人 這些冤魂 如果天上有之 聽你陳時中說跟他無關 跟這個陶基無關 怎麼是無關呢 所以我才說陳時中才是陶基 諾富特3加1破口的罪魁禍首 而且他天下會有這樣子臉皮厚 這都跟我無關 那到底跟誰有關 那對破口誰造成的 那你是總指揮嗎 你告訴我們 這些群聚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包括阿公店 包括布陶 包括很多的這個長照機構等等 怎麼來的 疫情怎麼來的 你告訴我們 給我們一個交代 這不是你該做的事情嗎 然後問說3加11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也不見了 然後我如果再問 還惱羞成怒 有這樣的事情 有這樣不需要負責的官員 對不對 你做的好的地方 我們肯定你 你做不好的地方 當然要負責嘛 尤其這個破口是最大最大的問題 對台灣最大的傷害 就在這裡 還好現在還要花一千多億去紓困 不都因此造成的嗎 你怎麼還好意思說他不是破口呢 是 董事長 因為最上有提到這個3加11的部分 那現在政府又要推這個國流5加9 大家就還提議說 連奧運這些選手出去比賽回來都要7加7 還要住7天的這個防疫旅館 那這個5加9等於說回來只要住在家裡 會不會變成下一個破口 當然要注意啦 要注意啦 不過當然情況不太一樣 因為他現在是 帛琉是零確診 如果帛琉能夠繼續維持零確診 如果當然帛琉有確診就不一樣 如果帛琉繼續維持零確診 那台灣的旅客到那邊去呢 能夠這個 基本上譬如說他去著要先做PCR檢查 然後到那邊能夠有綠色通道 跟譬如在機場 你現在怕在機場也許跟其他人混在一起 機場不跟其他人混 然後能夠直接就上機 直接就到帛琉去了 然後在帛琉他們主要去打疫苗啦 打完疫苗後直接回來 那這樣的話呢 要確保他不接觸任何其他的人 這樣的話我覺得跟諾富特旅館是不一樣的情況 但是要注意一個問題 大家去主要是為了打疫苗 他現在只有兩千劑啊 而且以這個江省為主 台灣人很多人去是想打BNT想打莫德納 他是以江省為主 那兩千劑很快就沒了 那現在報名了 我看已經幾個旅行車加起來 已經快一萬人了 所以這個問題要先搞清楚 否則會有很多旅遊糾紛 你去的發覺你打不到 會打到不是你要的 而且他是第一天給你打 不是最後一天給你打 那我已經在那邊有反應的話 你在那邊怎麼玩呢 這些問題都要認真考慮的 是 董事長在想再請假 怎麼看這關於五倍捐啊 羅明成 他有幫忙講他說 要先讓民眾付一千塊 是讓民眾更有參與感 但大家會覺得說 到底有什麼需要這種參與感 尤其是在 現在百姓都快要就是 沒有飯吃的狀況 還堅持讓這個百姓先付一千塊 雖然這個政府有說就是 會擴大這個免付 免付千元就可以拿捐的這個 大概有到九百萬人 大家還是質疑說 為什麼不急再發現金 我昨天前天有講 我說你現在普發這個 這個五倍券 就是選舉買票公投買票 這樣有人就反駁我了 說那你發現金不是一樣嗎 我的發現金 不是普發耶 我的發現金是有排富的 你現在發五倍券是通通發嘛 有些人不需要振興啊 有些人根本不需要紓困啊 對不對 我也講說現在是紓困比振興重要 你需要的你要給他 你需要你給他五千塊 他自己還要拿一千 其實也是不夠的 杯水車薪 不需要的你給他這個五千塊 他也沒什麼用 所以你幹嘛呢 做這次幹嘛呢 就花一千多億 如果說我需要的給你 就給你不止五千塊 你不需要的薇毛也不給你 那這樣不是才符合這個 這個劫富濟貧的這種效果嗎 社會正義的效果嗎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 如果所得在六十萬以下的 年所得的就一個月五萬以下 給三萬 三萬稍微有點趕嘛 對不對 那你年所得在六十萬以上就排掉了嘛 就排掉了 那這樣的話就不是普遍 是真正的打到要害 給需要的人這個需要的這個救助 那你現在說一千塊就參與 那你乾脆叫他付三千塊 你給他八千塊好了嘛 那不是參與更多嗎 對不對 這很無聊啦 什麼叫一千塊參與 基本上我覺得你如果要發 如果你要發這個振興券 就真的不要什麼 九百萬人一千 那你現在九百萬人也沒有參與了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你原來是一百零九萬嘛 現在變九百了 因為大家反對變九百萬 那九百萬已經佔了你什麼一半了 那一半人都不參與嗎 那你這個邏輯在哪裡呢 所以那個跟參與根本無關了 那是亂講的 根本沒有不合邏輯的講法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不需要普發 很多人真的不需要 在這波疫情裡面 有些人還不錯 收入還不錯 有些人很慘 對很慘的 要幫助他 那怎麼幫助 就是以所得 低於這個所得的 給現金 而且給多一點 直接撥到戶 最直接嘛 美國也是這樣 日本也是這樣 香港這樣 新加坡這樣 歐洲也是這樣 只有我們 我們就比較聰明 想出一套複雜的 又這個 又很奇怪的一個方法 真的是蔡英文 你真的比拜登聰明那麼多嗎 比川普聰明那麼多嗎 怎麼可能嘛 那董事務長請講 怎麼看這個有 台北市議員他直接 我有陳前說 有一些客戶班 這些老師 他們沒有造冊打疫苗 但是他們的業者 就要求他們 要打完疫苗 才能來這樣上課 那大家就質疑說 現在根本就沒有 活字疫苗可以打 那是不是一個小手段 在變相逼這些老師 去打高端 對啦 有這種味道 所以他們一定很氣嘛 那我也不懂說 你教育部 或是你衛福部 你指揮中心 難道不知道 有所謂的新進老師嗎 因為新畢業的老師 有代課老師嗎 你都不知道嗎 那你編了半天 照那個冊 然後這些人都沒照進去 那現在又逼著他們 非要打疫苗不可 否則的話家長也不放心 學生也不放心 學校也不放心 那又沒有疫苗 你要他怎樣呢 所以我是覺得說 趕快指揮中心想辦法 他現在其實還剩下 幾萬劑的疫苗啦 對這些馬上要開學的 代課老師啦 新進老師啦 就給他補打 不能逼他 一定要打這個高端 還有一點就是 你現在上網上去看 沒有莫德納的選項 對不起 沒有這個BNT的選項 只有莫德納的選項 莫德納現在根本沒有了 400萬莫迷 哭在那邊吃吃的等 你沒有了嘛 你現在美國250萬劑 打完了不說 你現在買的505萬劑 只進來了120萬劑 剩下380萬劑 打了第一劑就300多萬人 你第二劑要留給這個 第一劑的300多萬人 你還有多少莫德納能夠打呢 但是BNT馬上就會進來1500萬劑 你為什麼不給他勾呢 你這就應該讓大家能夠勾BNT 你通通不要就是比人家打高端 你這個用心其實不好 不應該這樣子啦 人民自由選擇的自由 你不能這樣強迫人家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